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又迎来了格林系穿搭 那所谓的格林系呢就是以绿色为主要色调的这个穿搭风格 那绿色作为今年春夏的极大流行色之一 其实在今年各大时装中的秀场上随处都能够看见各种不同风格的绿色登场 无论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翠绿色还是说优雅淡然的这种豆绿色 都能够让穿搭变得更加有亮点和生命力 那老实说其实绿色对于亚洲女生普遍偏黄的肤色来说 并不是那么的友好的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如何根据自己的肤色来找到适合自己的绿色 以及说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搭配绿色的单品 才能够更加的出彩 那同时呢我也会利用自己手上有的一些绿色系的单品 来给大家分享几个非常经典 然后也很好上手的这个绿色的搭配公式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首先我们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绿色系的单品呢 那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绿色 一般有这个嫩芽绿 青绿色 豆绿色 碧绿色 橄榄绿 以及说这个菌绿色 那简单来说呢 颜色越深 饱和度越高的这种绿色呢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秤肤色 也比较不适合黄黑皮的朋友 那反之饱和度越低 颜色越浅的这种绿色呢 相对来讲会更加的衬肤色 也会比较的显白一些 那像我手里的这两件外套呢 就是属于颜色比较偏浅 然后饱和度比较偏低的绿色 这件小香风的外套呢 是来自front row的 也是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 一个来自韩国的一个小众品牌 我手里基本上所有他们家的衣服 无论是它的一个版型 还是说做工 还是说整个的这个质感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那像我这件呢 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料呢 就是纯意大利制造的 整个毛料摸起来的这个触感 非常的舒服 手感特别的好 而且它的这些五金的这个细节啊 我也特别的喜欢 那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 会发现它的第二颗扣子 跟其他的这个扣子 是做的不一样的一个设计的 它第二颗扣子呢 是做了一个金色的 不规则的一个香边的 上面呢还相有了几颗小钻 那中间的这一颗珍珠呢 我看了一下 它是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那个首饰品牌 Vintage Hollywood 进行了一个合作 做的这个第二颗扣子的一个点缀 这个小小的设计 就让整个这个外套 看起来会更加的精致一些 那另外这件连帽开衫呢 它是有一点点带灰调的 这种豆绿色 那这个颜色呢 其实也是属于饱和度 比较偏低 比较柔和自然的一个绿色 它整体的这个版型呢 是有一定的这个扩形感的一个开衫 而且它是这种拉链款的一个设计嘛 所以看起来呢 就是比较运动休闲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无论是去搭配裤子啊 还是说裙子 其实都挺好看的 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件单品 那么对于黄黑皮来说 是不是像饱和度偏高 颜色偏深的这种绿色 就没法穿了呢 那其实也不是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去年我给大家分享过一条 来自这个三宅医生他们家的这条绿色的这个裤子 像这个绿色呢 就是属于饱和度特别高的 类似有一点点像BV绿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那像这样子类似的单品呢 我就会比较建议 对于黄黑皮的姑娘来说呢 去把它放在下半身的部分去穿 然后上半身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再用其他中性色调的颜色 去平衡掉这种绿色 从而弱化掉这种浓重的绿 在黄黑皮身上的不称肤色 那再比如像优衣库今年跟这个CDC的 这个联名合作系列里面 出的这件条纹的针织衫啊 那这件针织衫 它里面的这个绿色呢 其实也是属于饱和度 相对来讲比较偏高的 这样子的一个绿色 但是因为它是这种条纹的款式嘛 它是跟这个白色去进行了一个调剂的 相对来说呢 它也不会说那么的不称肤色 所以关于绿色的选择 以及说搭配的这个小技巧 总结来说呢 就是要想显肤白就要降低这个绿色的饱和度 比如说像浅绿色啊 豆绿色 那当然对于黄黑皮的女生来说 要想穿饱和度比较偏高 然后颜色比较偏深的这种绿色的话呢 也可以利用其他的色彩来进行视觉上的一个提亮 比如说像白色黑色这样子的中性色调 就可以很好的去降低大面积色块的这种饱和度 那再来呢 就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认为特别好上手的绿色的日常色彩搭配公式 方便大家平常搭配绿色系列单品的时候 可以想起来用 那第一个搭配公式呢 就是绿色加白色 这个呢 也是我认为最好用的一个色彩搭配公式 比如说我在搭配这件豆绿色的开衫的时候 下面就是简单的搭配了一条 优裕裤的白色的半裙 那本身豆绿色呢 就会比较的显白嘛 那再加上白裙子的一个点缀 就会让整个这个色彩看起来会更加的明亮 有活力 无论你是想搭配浅色系的绿 还是说深色系的绿 其实只要简单的加一个白色呢 就能瞬间让一身色彩显得更加的平衡 也更加的衬肤色 同时呢 也会更加的优雅大方 更有高级感 那有比如说像我搭配这种 比较饱和度偏高的这种绿色的时候呢 我同样也是利用一件白色的这种单品呢 去弱化它的这种大面积的色块 那搭配的这件白色的上衣呢 其实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它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针织衫的设计 是微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斜肩的领口的 会增加了脖颈的一个陆肤度 那我是觉得相比起搭配普通的 没有太多设计感的这种白色的单品呢 利用这种稍微有一点设计感的单品 也可以适当的去转移 这整一身穿搭的一个注意力 反而会让这个下半身大色块的这个绿色呢 也会整体显得没有那么的抢眼 而且这件衣服呢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我觉得在春天这样的季节来单穿呢 是刚刚好的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搭配公式呢 就是绿色加蓝色 其实绿色加蓝色是一组非常棒的这个色彩CP 因为绿色本身呢 就是由蓝色加黄色而调和而成的 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呢 不仅非常的显白 而且呢也非常的简明 显得会更加的年轻时尚 那比如我在搭配这件浅绿色的 小香风的外套的时候呢 就是在下面简单的搭了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 整体看上去呢就显得非常的简明 也显得很简单大方 那里面搭的这件白色的T恤呢 我也想顺便给大家安理一下 是优异库CDC这个系列里 我最喜欢的一件单品 因为它是这个亚麻的一个材质啊 所以相比起纯棉的T恤来说呢 我觉得它在春夏天的这个透气性 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好一些 而且呢它也是更加耐洗 不容易变形的 那同时呢它这种亚麻的这种纹粒感呢 也会显得更加的自然有松弛感 这件T恤其实是出了好多不一样的颜色的 但我个人是觉得白T在春夏天来说 它的一个利用频率肯定是最高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入手一下 这件白T那么关于蓝绿色的一个搭配呢 如果是更进阶一点的这种玩法呢 大家还可以把这种高饱和度的这种蓝色 去搭配这种高饱和度的绿色 它们都是属于冷色调的 放在一起呢就是季显得很有清冷感 同时呢又会很和谐很高级的一个色彩搭配 那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色彩搭配公式呢 就是绿色加黑色 那黑色作为一个万能百搭色 跟这个绿色放在一起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颜色搭配组合呢 相对来说也非常的显气质 很显瘦 也会更加突出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一个气质来 那比如我把优衣库CDC的这件条纹针织衫 跟同样来自CDC的这条黑色的裤子搭在一起 不仅从色彩上呢看起来会更加的平衡 对黄黑皮来说呢也更加的友好 同时呢也会显得更加的成熟干练 那这条裤子呢我也是很推荐给大家的 它呢是一个麻混纺的一个面料 穿着起来呢是非常的清爽舒服的 而且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垂坠感的 所以非常适合大家通勤的时候去穿 那整个裤子这个版型呢是比较偏宽松的 我觉得臀胯这一块的这个设计呢 对于零行身材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友好的 那并且它后腰的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个松紧带的设计 所以穿着起来呢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我看官网线这条裤子的这个码数 还是非常的全的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等这个打折的时候去购入的 那最后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色彩搭配公式呢 就是绿色加棕色 那像这种绿野仙宗的神仙搭配组合呢 一穿上身呢就是满满的这种电影复古感 我觉得这一组配色呢是非常有质感的 一组很高级的配色 尤其是像在秋冬天 绿色搭配深咖色啊 深棕色啊 都会给人一种很儒雅很厚重的感觉 对于春夏天这样的季节 我可能就不会选择深棕色去进行一个搭配了 相对而言呢 我觉得像这种前卡其色 然后这种裸色系一些单品呢 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因为类似这样子的色系 在春夏天来说呢 它整个看起来会更加的柔和 也会显得更加的轻盈 有松弛感 那比如我把优衣库这件橄榄绿的镂空上衣 和优衣库最近新出的这条裸色的短裙搭配在一起 整个看起来呢 这个色系就非常的柔和 有一种朦胧的一种色彩美感 也会显得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呢 会更加的温柔 那大家平常搭配的时候呢 其实不管也可以尝试看看 这样子的一个配色组合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在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 有没有一个对于选择绿色 也就是说搭配绿色 更加明确的一个思路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还喜欢的话呢 就麻烦给我的这支视频按一个赞 然后点击小铃铛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